哈喽大家好,我是宝海之鱼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人生画廊 那么这一次将会是这个游戏的结局 我们要玩第四章了 那么这句话将在这个游戏要说最后一次了 我要警告大家 这个视频很有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不适 所以说请斟酌观看 OK,那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进入第四章 开始 聚集第四章秋天 哦,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蜘蛛吗 蜘蛛吐司 蜘蛛这个背上的是什么呀 这么恶心啊 密集恐惧症要放了 用蜘蛛丝来做网吗 我们应该是要捕捉什么东西的吧 这是什么 哦,搞了半天原来是要点对称的 什么地方亮就要点对面的这个地方 这样才可以啊 我一直在点会闪动的 好了,蜘蛛网算是全部完成了 应该是要捕捉什么东西了吧 这个是蝴蝶吗 听这声音好像不是蝴蝶的样子啊 这感觉像飞蛾 诶,可以了 粘住几个了 要抓住所有的飞蛾 到时候会不会把这些飞蛾又给扎置了 没真正啊 这个蜘蛛网好像不是瞬间就能粘上的 好像是要在这个飞蛾飞过的地方稍微停留一会儿 才可以把飞蛾给粘住 这个怎么飞这么快啊 诶,抓住了 好了,全部抓住了 哈哈,飞蛾扑火 果然是飞蛾呢 它不是蝴蝶 除旧不新 这不就是爸爸妈妈和弟弟的玩偶吗 哦,我明白了 你们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看懂了 也就是说哥哥要代替弟弟 既然父母这么宠爱弟弟 那么让我来代替弟弟吧 这样的话父母就能宠爱哥哥了 哦哦哦哦 哦哦哦,飞蛾 飞蛾就代表着哥哥是吧 把哥哥的灵魂装进了弟弟的身体里 哦,粉住了 哦哦,你别拧了 还把弟弟挖了一个眼珠子 真的是要代替弟弟了 现在哥哥的灵魂已经进入弟弟的肉体了 终于和弟弟换身份了 这样爸爸妈妈就会疼爱我了吧 取出甜乳甜蜜的家 哎,成功了 开始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 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盘子哦 也就是说是在做饭了 本来是一家四口 现在变成了一家三口 爸爸,妈妈,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 真的好幸福啊 哦哦,真的复活了 哎,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爸爸妈妈的眼神是空洞无力的 那也就是说,复活只不过是肉体 爸爸妈妈的灵魂其实是不在的 他们没有思想 复活的只不过是一摊肉而已 开始吃饭了吗 哦,哎,为什么是这样吃的 原来幸福就是这种感觉啊 哥哥终于体会到幸福了吗 妈妈的习惯 这个是和之前相互印了吗 妈妈以前是喜欢看花的 那这次他看什么啊 这是鹦鹉螺吗 也就是说在哥哥复活父母的时候 哥哥发现父母的生活习惯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不再回顾搜集的花朵 复活的不是之前的父母 因为他们的习惯啊 爱好都不一样了 之前爸爸抽的是一些虫子啊 现在抽的是什么鬼东西啊 父母不再是之前的父母 就相当于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吧 烟斗这个地方有四个条纹 每一个这个东西上面都有不同的触角 然后相加得到烟斗上面条纹的数量就可以了是吧 哎这样想想是真的有点可怜啊 父母的样貌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一样了 突然感觉好悲惨啊 他不再吸食最爱的烟草 全家福 又开始照相了 好开心啊 我终于可以和父母一起照相了 一家三口一起照一家全张福 真幸福啊 对焦 咦 怎么是负片 怎么是反向啊 我们一起照相吧 明天 后天 接下来的每个日子 我都会爱着你们 谎言 什么意思 哥哥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了吗 哦 开始洗照片了 之前和父母拍的全家福吧 你们看 你们看 父母是不存在的 都是假的 即使复活了父母 但是他们没有灵魂 怎么可以是假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催眠 催眠谁 催眠自己 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是要采自己的花了 还是说催眠父母 催眠父母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应该是催眠自己吧 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哦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烧了吗 把这些蓝色的花全部给烧掉 哎 哦 好像不对啊 哎 不行啊 这样子代表着失败吗 好像不能一直烧啊 应该要稍微缓一下吧 让它慢慢变小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哦 可以了 这是要干嘛 把它捣碎吗 把它捣碎 这是要干嘛 把花制作成花粉 然后变成了香料 原来是催眠父母啊 那为什么要催眠父母呢 我不明白啊 父母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催眠他们还有什么用呢 这几年 是我不该保有期待 哦 哥哥醒悟了 哥哥醒悟了 他不应该这么做 纪念品 哦 知道了 现在开始收拾父母的遗物了吗 哥哥也就是说 他已经醒悟了 他发觉其实这么做也没有用啊 复活的只不过是父母的躯壳 他们的灵魂是不在的 那这样的话 复活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那既然如此 那还是保存好父母的记忆吧 曾经装起你们的生命 现在装起我对你们的回忆 这一句话就分割了两个时间点啊 曾经是我亲手复活你们的生命 现在 我将装起我对你们的回忆 也就是说哥哥放弃了现在已经复活的父母了 跳舞啊 谁跳舞啊 跳舞给父母看吗 点蜡烛 这不是父母的双腿吗 啊 父母被吊在绳子上 自有着晃动的双腿 就像跳舞一样 现在这一幕 和第一章一开始出现了父母的这双腿 相呼应了 那也就是说是哥哥把父母给吊起来了 是吊到之前死过一次 又被哥哥复活的父母 真的结束了 这个游戏开发商是751游戏团队所制作的啊 他们做的游戏我觉得还是真的很不错很不错 很多人啊 觉得这个游戏得亲自奖很疑惑 为什么这样一个猎奇的游戏会得亲自奖呢 其实我觉得想一想也是应该的 大家不用看这个游戏的画面啊 多么的猎奇 多么的恶心 多么的恐怖 大家应该看这个游戏本身所意义出来的含义 这个游戏很明显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父母不应该把过多的爱倾注于其中一个孩子身上 这样的话 另一个孩子肯定心里是不平衡 甚至心里会扭曲 长大之后只不定会做出一些什么可怕的事情 爱就应该平均分配 这样的话 孩子们就会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道理就是这样子 得亲自奖的话 也很好理解 其实这个游戏有一些点呢 我还是不太懂 父母是怎么死的 弟弟又是怎么死的 这两点都是没有交代的 以下是我的猜测 关于弟弟的死 80%的可能是因为 在父母带弟弟去找鱼头叫做祭祀的时候 可能被反噬 或者说祭祀失败 反正80%的原因 是因为祭祀这件事情导致弟弟的死亡 那么关于父母的死亡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很多人认为父母的死亡是被哥哥所杀的 但是我看到第四章的时候 我发现哥哥其实很爱自己的父母 如果是哥哥杀害父母的话 这种可能不太成立 那么第二种父母死亡的可能性 我的猜想是这样子的 在祭祀的时候 弟弟死掉了 父母很伤心 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随弟弟去了 父母两个人就自杀了 这两点原因都有可能 但是游戏里面没有交代 这一切都只能是猜测 所以这个游戏的整个剧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首先游戏肯定是以倒须的模式来进行的 因为父母的那一双腿 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前尾呼应 从前有一对夫妻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 弟弟是正常人 但是少了一只手臂 哥哥是独眼男孩 但比弟弟重很多 大很多 可能在当时父母认为独眼是一个不吉祥的事物 所以说一直以来对于哥哥 他们都是无所谓的 他们把所有的爱都倾注于弟弟身上 突然有一天 父母看到鱼头叫好像有一种祭祀 可以恢复弟弟的手臂 但前提是要用哥哥来做祭品 很显然父母爽快答应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祭祀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导致弟弟死掉了 父母悲痛万分啊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很伤心 所以他们两个就自杀了 随弟弟而去 那么现在只剩下哥哥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 因为哥哥非常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他又得知 鱼头之耳有一种祭祀可以复活父母 所以哥哥非常高兴 因为哥哥知道如果把父母复活之后 他们还是爱着弟弟 也不会爱自己 所以哥哥决定 把自己的灵魂装进弟弟的肉体里 这样的话 父母就可以宠爱自己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哥哥成功复活了父母 哥哥认为 终于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的时候 他发现 父母好像只有肉体 没有灵魂 被自己复活的父母 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这个时候 哥哥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所以最后哥哥把父母生前的东西都撞进了瓶子里 当做自己最后的回忆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这真是一个悲惨的家庭故事啊 这个游戏其实有一定的反分件迷信在里面的 父母当时迷信啊 独眼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他们把爱都给了弟弟 如果他们当时不迷信 完全可以把爱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也不会导致现在的这种悲剧啊 如果大家以后长大成为父母了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 千万不要把爱过多的倾注于其中一个 而冷落另一个 一定要把爱平均分配 这样的话 这个家庭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